2003年左右 是我们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那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国内几乎没有肥胖的专业管理机构 所以2003年的下半年 我就成立了这个机构 做肥胖相关的体重管理工作 成立以后碰到的困难其实是两个困难 第一个就是在国内对于饮食干预其实没有概念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会碰到一些观念上的问题 很多人都不觉得肥胖是个问题 开始的时候叫诺特减肥中心 最重要的目标是把体重降下来 2008年的时候就推出新的观念叫weight management 叫体重管理 那么体重管理和减肥我们认为有什么区别呢 就体重管理它会要关注你到底减的是脂肪还是什么 会关注你的生活方式有没有调整 2013年的时候呢 我们一起去参观了美国一个机构叫Boston Heart 当时给我还是挺震撼的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验室 它有非常大规模的电用的仪器 有专门为这些认为可能是CVD risk的这些人 去提供一个评估服务 以及后面的干预服务 因为肥胖和慢性疾病它的最核心的病理机制 就是代谢方面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做深入的研究 没有代谢的检测是不可思议的 前年那个Brooke中国区的负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跟我介绍Brooke的这个核磁代谢的检测 我就问他 我说Boston Heart买了没有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Boston Heart买了几台 那我就知道在全球范围之内 对于这件事情应该有高度的认同 都决定非常快两三天 我们就决定要引进设备 然后现在已经检测了很多标本 核磁的它是测定标本当中的 这些不同物质的波谱成分的结论 它的稳定性非常好 效率大概只有2% 它可以检测非常多的指标 因为很多不同的物质都能测得出来 那么这些不同的物质组合以后 它可以形成很多对不同的疾病 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阶段的评估的模型 对于我们的工作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这些先进的技术工具 就能够带动我们健康产业发展 我们的专业是做健康管理 还是我们讲健康管理 最重要的要叫三早 早筛查 早评估 早干预 核池在早评估这个领域里面 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未来不仅仅是我们核池主学 就是有任何的新的更灵敏的 能够早期发现一些疾病风险因素的这些工具 可能都会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 我一定相信我们的临床会配备很多这样的设备 我也已经知道就是确实有一些医院 已经在做默埃这个设备 所以未来我们这个健康管理 这个方向的发展一定是找筛查 找评估 找干预 我们也会朝这个方向去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